在都利天公的法會之中,釋迦牟尼佛告訴觀世音菩薩,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,要想求現在未來百千萬億心願和百千萬億的事情, 只要他們歸依尖禮,供養讚嘆地藏菩薩形象,他們所求的心願必定可以得到滿足。 根據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《竹類人天品》第十三,佛陀告訴虛空藏菩薩,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,拜見到地藏菩薩形象,或者聽聞地藏經,以及認真去讀仲, 再用香花等供品去供養地藏菩薩,讚嘆尖禮地藏菩薩。 那麼這些善男子善女人,可以得到以下二十八種大利益的。 第一,事常得到天眾隆眾的保護。 第二,善果日日增益,福分越來越多。 第三,聚集善恩聖恩,收善職德越來越多。 第四,他的菩提心永不再退轉,智慧會越來越增長。 第五,衣食風俗。 第六,疾病瘟疫不再降臨。 第七,遠離水火災難。 第八,無盜賊困惡的橫視。 第九,受到眾人的尊敬。 第十,鬼神都會幫助你,扶持你。 第十一,女人可轉化為男身。 第十二,女人可投生為帝王大臣的女兒享受福祿。 第十三,相貌端正美好。 十四,人死了之後,多數可以生到天上去享福。 十五,天福享盡了,還可以托生到人間去做帝禍。 十六,能夠知道前世的事和生命的前因後果。 十七,凡所求的事都能果睡完滿。 十八,家眷親屬都會快樂和睦。 十九,所有橫禍都會消滅。 二十,永遠免除三惡道報。 二十一,所願去的地方都能夠通暢無阻。 二十二,夜間睡眠好安樂。 二十三,過世的先人,因為像了拜地藏菩薩念地藏經的功德,能夠離苦得落。 二十四,過世的先人,如果本來就有束福功德,就可以像這種功德,投生到天上享樂。 二十五,諸尊菩薩都會來讚嘆你。 二十六,六根,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意,都好聰明伶俐。 二十七,能令你心懷慈悲,富有憐憫心。 二十八,最終是會幫助你成佛的。 三任 一 involvement 三仁 三仇 二十五 Empire 三仇 四單四